25個檔案,其實最後我們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把它先合併了 合併完之後變一個ALL.TST,一個檔,全部其他刪掉 然後最後的話呢,再把它 做恢復回原來的狀態 就是ALL.TST,有沒有 當然我裡面多做一個分格啦,因為要分 因為你如果假如只有換行,你不知道說到底 哪個地方換行是我要切的 所以我變成檔案跟檔案中間多一個換行 就是用兩個換行 來當成是 檔案跟檔案之間切割的地方 你不能說其他地方也有兩個,如果有兩個的話,那這樣切割就失敗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OK 那我就怎麼樣 再把它切割回來,並且把ALL給沒目掉 這樣的話就恢復了,就25個檔案,又恢復成原來的狀態了 打開應該是沒有問題啦,我剛有試過 所以我這邊的話,當然最後我是希望做出來的結果 長得像這樣子 那剛剛我們已經做出了第一階段 所以我把它恢復回來,我把後面部分講完 那今天大概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回去你可以再把它實際上 再練習看看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剛剛我們用的方法 是 哪個方法 用 就是 直接要先產生一個 有沒有 要產生上面的 這個 DIR.TST 然後再去讀取嘛 用什麼REALYSE把它讀進來 放到這邊去一個一個做存取 可是我剛剛講過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用這個方法 也不用產生那個DIR.TST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先把上面這三行註解掉 問題把它刪掉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的習慣是 先 還沒有 程式還沒確定之前先不要刪掉 第一個動作呢,因為我會用到 OS的模組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先把IMPORT進來 IMPORTOS 那這個模組的話 本身其實就有了 只是說呢,我們必須要多一個動作 叫IMPORT IMPORTOS 第二個動作的話呢,特別注意喔 我們會利用OS這個模組裡面的 Work方法 但這個Work方法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 產生我們要的那個清單喔 特別注意喔 可能要小心一下,因為後面部分的話 因為呢,這個OS.Work 必須要告訴他說,你去哪邊幫我找 所以一個目錄給他 那他會丟回來三個東西 所以呢,我們後面必須要寫一個for回圈去接 for for後面的話,因為我們之前fori 回來,因為是在串列裡面回來會有一個而已 可是OS.Work會有三個喔 意思就是說,我們for後面必須有三個變數去接 他會丟什麼東西給我嗎?第一個 他會丟一個root給我 逗點 第二個的話呢,丟一個什麼? DIRS給我 一個目錄啦,也說這個 資料夾裡面有 有哪些的子目錄 第三個就是什麼 有哪些檔案 所以檔案名稱,我剛才用這個 list1 用一樣的變數名稱 然後後面空一格 加一個in 有沒有 有沒有,有點像之前fori,只是說我們i一個變數,現在有三個變數 印哪一個呢?後面加一個os.Work 因為就跟他講說,你幫我去找一下 小瓜糊 後面的話呢,給他一個 我先後面冒號先打 跟他講說 你幫我到 哪一個目錄去找找 那我就把這個目錄名稱給他 哪個目錄,其實可以從這邊複製貼過來 有沒有 有沒有,然後 這邊多個 前雙以後 好,有沒有 記得,前面小R一定要 就是這個目錄 你幫我到這個目錄裡面找找看 然後幫我把裡面的東西先丟過來給我 我先 這底下先不執行好了 因為可能會有同意說 老師,那這個結果會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 print 一下 其實你可以print 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是什麼 print 什麼 print DIRS 第三個的話呢 就print了什麼 print那個List 你可以大概就知道了 其實他主要就print了三個資料給我們 那這三個資料的話 我把它print了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print的結果 一 他這個 Roots 裡面 你會發現 他其實就是把什麼 這個 Roots 裡面呢 就是把自己本身那個路徑 再print出來而已 那沒有多什麼東西 但是你又不能不給這個參數 因為他要三個你就要給三個 OK 這是他的規則 這不是我訂的 這是他上面的規範 第二個的話呢 那 DIRS 放什麼 你會講裡面沒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目錄裡面沒有目錄 沒有指目錄 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資料夾裡面 完全沒有指目錄 除非說我們在這裡面 假如說你按右鍵新增一個什麼 一個目錄 這個目錄叫什麼 叫AA 隨便給了個名字 AA好 那如果你這個加上去的話 你把它print 會怎麼樣 有沒有 這邊就多一個AA 有沒有 反正就裡面還有目錄 所以以後如果 甚至你要合併的 是很多目錄裡面的 有沒有 很多檔案的話 那你可能就還要 DIRS 這個 這個串列 然後一個一個去找 找完之後一個一個再把它合 不過我們現在不要做那麼複雜 先把一个资料夹合并就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呢底下的这个参数呢 就是什么 你会发现就是25个档案的档名了 有没有 非常的整齐 而且非常的方便 这样就全部回来了 有没有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要找什么 某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名跟副档名 有没有 就用这个方法就OK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它已经帮我丢到List1里面去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其实底下刚刚这些程式要不要变动 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好 请你把中间不包含Printer 这中间的程式怎么样 选起来之后按什么 因为阶层嘛 我们因为它 缝回圈的话 我必须要接到它这个List1 一定要在它的阶层里面 所以记得选举它按一个Tab 在它下一阶 在它下一阶的话呢 我就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这个List1 丢给它 其实其他程式都不用变 都一模一样 OK 只需要加什么 加这两 加一个Import OS 再加上用OS.Walk 把它全部找回来 然后并且把底下的这几行按个Tab键 其他程式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修改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并了 我们来看一下合并 OK 好 合并成功 再来的话 这个AA可以把它删掉 这只是做demo而已 打开的话 应该就是OK的 我这边程式多一个 因为将来我还要什么 考虑到就是 要把它在合并之后要分割 所以我就在这个后面 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在right后面 本来是多一个换行 那我就再多一个 两个 反正将来只要区隔 如果说将来别的地方 还有两个换行的 有重复到 你不然就三个换行 要不然你不要用换行 你可以用什么 一些特殊资源 不要重复的地方 小老鼠 可以啊 反正就是做一个符号 反正做一个标记 OK 好 那合并出去了 再来等一下 还要做什么事 所以我合并出去 所以待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怎么样 除了O以外的档案 一律帮我删除掉 当然我现在不是叫你用手动的 手动等于是你用一半而已 所以尽量还是要全自动 所以除了O以外的档案 一律删除掉的话 怎么做 其实后面的程式也差不多 一样去这个目录里面 所以一样到这个目录就OS Network 跟他讲这个目录 然后做一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那个档名不是O.TST的话 那我就OS里面有个方法叫Remove 把那一个档案Remove掉 就OK了 所以程式基本上只有四行而已 所以底下移除的话就在这里 就直接 因为其实程式不是很复杂 应该都可以看得懂 这一行的话呢 是从上面这一行 把它复制贴过来的 就是知道说 这个只是说我把变数名称 上面叫List1 这边叫Files 反正一样的道理 就是一个串列 那for F 指的是说那里面的档名 档名 当然如果你不写成这样的话 其实你可以写什么 如果要写跟上面一样的话 其实你就写什么 for i in range 其实这种写法也是OK的 for i in range 后面加一个LEN 钱瓜糊 去算作这个串列里面到底有几个 这样也是可以的 OK 就跟上面一样的写法 只是说这个F 你就要把它改成什么 你要把它改成这个名称 这边就不是写F 这边就写什么 中瓜糊 里面就放个i 只是你会发现 好像还是刚刚的写法比较简单 有没有 那特别之后 刚刚那种写法叫for each的写法 每一个 里面的每一个 这种写法是 我是从第0个到最后一个 所以特别之后 我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习惯还是写这样 for f in file 就是它会一个一个把档案拿过来 然后放在F里面 那我这边底下有个叙述就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F 假如不等于o.tst的话 意思就是除了o.tst之外 一律都帮我做什么动作 remove掉 所以remove 后面就加上它的路径 然后把那个档案放在这里 它就remove掉了 所以我加了这一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还是一样把它先 delete掉 然后我把它执行 执行 OK 合并成功哦 然后并且怎么样 其他档案 除了o.tst之外 其他的档 通通不见了 OK 不过可能大家要小心哦 因为我怕说 有些同学移除掉之后就 没有档了 OK 所以可能移除比较小心一点 还有你移除的时候 你那个目录千万不要指向错误哦 你不要这边把C冒后写一下windows 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非常非常危险 所以其实这个程式还是有危险性 你不要指向remove哦 OK 特别是remove 不要把那个不应该删的删掉哦 好 试一下哦 这个部分的话 我也把我写完的程式哦 放在云端上面 应该是在二十八页的地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 OK 这有点不太自然 有关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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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